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本周二刊登的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新冠灭活疫苗的数据显示 在一期还有二期的试验中 该疫苗在人体血管内产生的抗体水平要低于新冠病毒的康复者 相比之下美国制药公司Moderno还有辉瑞的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 与新冠病毒康复者的抗体水平相当甚至是更高 该报告并没有提供有效性方面的具体数据 而Moderno还有辉瑞的疫苗有效性都达到了95%左右 人们的病毒或症状疾病或症状疾病或症状疾病 所以它们的根据出了我们的课程中 如果你有了你选择一种西亚的疫苗 它们被清除了过了几个治疗的疫苗 从未来有疫苗的疫苗 我看到你看 Pfizer的疫苗,你看 Moderna的疫苗 没有人为中国人不敢有的 我会上的这个问题 我说我会想到你最初的疫苗 我认为了一种疫苗的疫苗 目前中国已经有四种疫苗进入了临床三期 其中三种疫苗都属于传统上的灭活疫苗 包括上述的科兴公司的疫苗 但是Moderna还有辉瑞的疫苗 都是mRNA及信使核糖核酸疫苗 相对于灭活疫苗 mRNA疫苗的生产过程中不需要新冠病毒 因此成本较低 能够实现迅速还有大量的生产 在有效性的方面 mRNA疫苗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病毒的变异 并且注射之后的免疫期更长 但是mRNA疫苗也有缺点 比如对储藏还有运输的温度要求很高 比如辉瑞还有Biontech的疫苗 需要在零下70摄氏度长期保存 相比之下 灭活疫苗在2到8摄氏度下可以保存1到3年 其次就是风险 灭活疫苗已经存在了数十年 技术成熟 mRNA疫苗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可能存在一些未知的风险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全球卫生政策中心主任斯蒂芬·莫里森指出 中国疫苗类型虽然保守而安全 但是问题在于缺乏数据的透明度 和中国政府超劲道的做法 中国国药集团在9月份表示 其研制的两款疫苗已经在国内接种了数十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款疫苗都还没有完成临床三期试验 也还没有证明试验中的有效性以及安全性 他们当然现在有几个新冠状的疫苗 他们开始疫苗的疫苗 尽量的疫苗 他们说他们有证明的安全性 但他们未经历的疫苗 但他们未经历的疫苗 所以他们未经历了 他们未经历了 他们未经历了这个疫苗 他们未经历关注 在 leuk水性方面的疫苗 按着度 如果继续感觉 inform restoration 才能希望有信任 以此同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疫苗外交 不仅在将近20个国家展开疫苗试验 并且向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国家承诺优先提供疫苗 这些国家包括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国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在拉美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伙伴巴西 墨西哥外交部6月份表示 中国计划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 让拉美还有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可以获得中国的新冠疫苗 我认为我们会看到中国的新冠疫苗 使用了很多不同的国家 很多不同的国家 所以在这种意义它是在约上的美国 在其中复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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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富利门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每年在国际公共卫生事业上的支出 超过任何其他的国家 长期来看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 而中国的国家是不认为其中复兴的 中国人在其中复兴的选择 但我认为不是任何过来 中国人在互渐少的力量 在其中复兴的方法 都在整个加勾兴的方式 但美国还是在其中复兴的资货 但美国还在很快乐